正經升旗浪 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 主持陳淑薇 潘志謙 早安 直播室內兩位嘉賓 分別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早安局長 早安 另外一位嘉賓 政府專家顧問 也是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學講座教授 許樹昌 早安 早安 其實新聞前提到豁免人士 另外一個最近個案比較多的職業 所謂群組可能是的士司機 想問一下許教授 現在的士司機有幾個確診的數字 要在業界如何加強防疫和檢測 強制檢測應不應用在的士司機身上 現在政府有四個地方給那些司機去驗 在近的油站那裏 希望他們先踴躍參加 這四個司機大家都不相連 所以都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在不同地區受驗 希望他們的參與率高 如果陸續還是有的士司機確診 而參與率低 我相信政府要考慮 可能要強制檢測 因為我們聽到的士司機說 我不去驗 因為都麻煩麻煩 的意思是去到之後驗完了 驗一次沒用的 經常驗 每個星期都去驗嗎 算了 真的有事才算 其實這樣的態度 是不是對自己不利 對社區不利 對家人都不利 是的 的士每天都接待很多乘客 他去不同地區 會不會傳染到乘客呢 這個可能性存在 甚至乘客又可能傳染他 他又不知道 現在有些是隱形大病毒者 所以現在疫情又開始緊張 又多了他的同行受感染 這個情況就應該驗 就算是循環驗都應該要驗 例如我們安道院是工作人員 他們都是循環驗的 因為如果你帶進去給那些長者 死亡率又會特別高 的士都可以載很多客 有些都是長者 如果你感染了 你傳給了一些乘客 也對社區是不好的 都想問一下局長 的士司機是一個群組 因為他們真的走來走去 每天都接很多客 接下來那個程式 那怎麼樣呢 市民上到的士 他們是不是都會真的 可以用到的士的資料 去記錄到他們乘過什麼車 其實政府會在全方位 都推動 令到我們市民在抗疫 能夠比較容易 亦都是比較少擔心的 不過我想說回剛才教授的建議 就是可能去到一個關口 當我們推動那個檢測 亦都已經因應我們有不同界別 特別是中央都支持 我們現在的檢測能力 是增加了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推動一些特定群組 要強制檢測 我們政府會積極地考慮和推動 從而令到我們在檢測的安排裏面 能夠更加到位 當然除了這個檢測之外 我們剛才說的一個安心出行 我們在的士亦都會全面推行 的士就有一個比其他地方更加方便的地方 其他地方可能你要貼個二維碼 但因為的士本身在車廂裏面 他都已經有他的車牌號 我們接下來我想我這幾天就會推動的士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貼紙 就介紹大家在的士裏面應該怎樣做 只需要用我們的安心出行的程式 可以掃車廂裏面的車牌號 已經做到紀錄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在周圍找一個車廂 為何二維碼在哪裡 因為車廂裏面是有的士的車牌號 就用那個程式掃車牌號 已經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即是那個的士不用上的士 你有沒有二維碼給我掃 不用了 總之知道的車牌號 掃一掃的車牌號就行了 沒錯 因為的士裏面應該有一個黃色的 也有很明顯的車牌號碼 大家掃的車牌號碼 已經做到同樣的效果 所以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們政府是全方位 是希望大家可以同心抗疫的 包括了剛才所說的 檢測的能力我們提高了 我們邀請大家自願參與 但去到一些特定群組 是需要積極考慮強制的 我們都會積極考慮去作出相關推動 我們亦都考慮到有些司機的朋友 他都擔心 當如果有個別行家感染了 可能影響到的士的運作 那怎樣協助的士業界 或者甚至我們坐的士的朋友 是比較安心一些 可以用好的士 這個安心出行 正正都是想達到同樣的目的 抗疫之餘 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安心 去做好相關的抗疫工作 因為我們見到有很多的士司機先生 你可能都是不可以說一定是長者 起碼年紀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真的有時候 年紀大的人你接觸他們 是不是真的感染了 是難醫好一點的 如果看回數字 60歲以上的嚴重程度又高一點 死亡風險又高一點 所以真的要自願去做多些檢測 因為如果現在過去這個星期 說有的士司機感染了之後 我周圍身邊的朋友就說 你記住不要坐的士 你寧願走路 打電話就跟我說 因為你們醫行有時都會經常周圍去 那就是影響生意 其實真的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安心出行 亦都理解到 當有確診的病例 特別現在可能也有機會進入第四波 大家可能出行時都會有個擔心 那怎樣做出行的紀錄 從而第一就可以保護到自己 亦都令到一些基本的經濟活動 可以是能夠比較容易去保持到 因為始終大家都明白 在疫情之下 有些經濟活動 譬如說出行 始終要出行的 我都要上班的 難道現在我們疫情已經十個月了 難道全部的經濟活動停了 大家十個月 即是不去賺食不去工作嗎 這是不可能的 那你要去工作了 自然可能要有時去坐的士 可能要去餐廳吃飯 那怎樣在這個過程之中 仍然都能夠可以在抗疫之餘 亦都可以保持到基本的經濟活動 讓大家各社會都可以向前走 那就是有時候科技幫到手 我想強調 科技有時候幫到手 不是可以為大家解決所有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要大家一起去做 包括了科技在這裡 請大家在下個星期一 可以有些時間 用幾分鐘下載那個程式 如果是業界朋友 自己是商店的負責人 貼個二維碼 那就協助我們整個香港社會 可以用一個小科技 我們自我研發的科技 是協助我們香港人去處理疫情 都想請教教授 剛才說的士司機 可能是一個都是相對高危一點 但是大家都覺得 我真的要不停地覺得卵盡 還有現在雖然醫管局 衛生署也有很多流動的地方 可以收集樣本做一個檢查 但是有些市民都說 不夠方便 我上班他就開工 我下班他就下班 現在已經有些站 延長了收集樣本的時間 有些人星期六又會收回一些瓶 但是有些人星期日也會收回 但是收瓶星期六日開放的那些 都是不夠多的 其實星期六日才有空去拿瓶 或者做檢查 你會不會建議 作為專家建議 麻煩你們多開一些站 靈活一些時間 不要想著星期六日就要休息 那些衛生署好 醫管局好 是負責幫忙做這些事情的人 這個都同意的 因為隨著疫情開始緊張 我相信醫管局可以做些調整 開多些門診 還有延長一些時間 包括周末 方便市民去交樣本 如果到疫情緩和 你又可以減回數目 應該做些調整 因為我見到現在有些人 就一個櫃 你給一個八大堂 都會出到那些藥本診 你自己去做 然後再教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就沒有了 那是不是可以加速 就是 review 放回多些呢 或者有些人去排隊 拿那些瓶 我只有十個而已 麻煩你明天請早 那你就會洩氣 是不是呢 局長 你是不是也要反應給你的同事聽 完全同意的 怎樣是能夠辨紋利紋 方便我們的市民 就去拿瓶去做測試呢 其實剛才美姐已經說了 我們就已經有一些 就自動的取瓶機 那其實 目的都很簡單 就是幫助我們的市民 方便去取瓶 那當然大家都請理解 在過往十個月 我們的醫護同工 已經是面對不少的挑戰和壓力 他們的工作量都大大增加 怎樣利用一些 剛才所說的自動取瓶機 令到他們的工作壓力 可以得到舒緩 還有將他們的醫護的能力 就集中去處理 疫情不可用機器代替的方法 這些都是我們的希望 再說回安心出行 都是這樣而已 全自動 不用大家就找本寶 或者其他方法記錄 都是希望透過不同的方法 可以在疫情裡面 減低大家的壓力 亦都做好抗疫工作 你取養就要醫護人員 但是如果不是取養 你要一個瓶的 你自己套一個心項退役 根本就不需要醫護人員 現在反正有很多人 可能是開工不足 諸如此類 那你為政府去招募他們 來幫忙做這些事就行了 可以解決開工不足 也可以解決 不用人家排隊之後 九十個對不起明天青組 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要不斷自我完善 因為疫情的確 一波二波三波 現在可能就來第四波 要每一個的挑戰中間 我們都要想到新的方法 亦都要令到那個工作 要做得更加好 更加辯民理民 其實什麼呢 在教授 我們幾位專家的協助之下 其實我們 我都忘了跟教授開了多少次會 其實大家都一起努力 是找到好一點的方法 你們一會兒告訴衛生署長 叫他靈活點去調配一些瓶 其實除了政府調配資源之外 大家市民自己都有責任 不要去感染 或者將病毒傳播出去 最近有很多 所謂酒店staycation 相關的個案 就是禁之不絕的 想問一問教授 怎算好呢 是不是應該直接禁了staycation 給一些酒店營運 因為對經濟都有幫助 我相信如果是一般家庭 出去的酒店過一兩晚 這個都沒問題的 如果是自己家庭 又限了人數 比如四位 最怕就是部分人 將酒店房間變成派對房間 所以一定要嚴格控制人數 萬一有訪客上去探 都要限人數 亦都要做登記 拿起手有些什麼爆發 亦都方便做追蹤 這個又要酒店自己 有個管理做得好才行 其實都是 如果酒店爆發了疫情出來 即是表示管理不好 以後都沒有去放診 即是要讓大家意識到 各個都要提高 做多些事情 但我有一樣想問 教授就是 除了你說酒店那些 要登記 限制人數 很多人 但是也都 譬如說擺婚宴 我們最近也發現一個個案 就是10月底的時候 他喝 喝完之後 他又到很多地方 接觸了很多人 令到有些學校裡面 也有些人是因為接觸過 又擔心學校會不會有事 婚宴那樣東西 又如何去處理 你說給人家一張桌六個人 每一張桌都隔離很遠 其實沒有犯規 你去茶樓喝茶都是這樣 那就是我作為去婚宴的客人 我應該是怎樣呢 婚宴現在都很多結婚的人士 都是要求給他們搞婚宴的 如果你真的嚴格跟回六人一台 還有盡量不要逐台敬酒 在一個台中間敬酒 那些賓客聊天 都是戴口罩 然後減低脫口罩的時間 即是去參加婚宴的時候 可能很久都沒見過親戚 於是很興奮 很久沒見過你 你兒子又怎樣 你女兒又怎樣 走過旁邊那張桌 其實這些絕對都不可以做 是嗎 最重要是戴口罩才會經濟 多點注意手部清潔 其實我們在酒吧 我們都已經禁了不戴口罩 站起來到處敬酒 這些行為 我們都會積極考慮 剛才教授也給了一個好的意見 我們都會積極考慮推動 就是說在我們食肆 如果你一起來 要去其他台去敬酒 或者去寒圈 我們都一定要戴口罩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合理 也都應該我們政府要推動的行為 那規例是不是 如果你不戴口罩 就說過台跟人聊天 拿著酒去敬酒喝酒 其實都是犯規的 在酒吧應該是犯規的 那酒家犯不犯規 酒家我們現在應該是 剛才所說的 我們會推動相關的工作 我們會不時檢討 我們本身的安排 令到更加可以配合實際的需要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政府不是說想 每次都用法例來禁你媽禁你民 就是香港市民 大家都有一個抗疫的心 大家一起去做 不過當然 如果發覺這個情況 不是那麼多人跟到規矩去做事 政府用一個執法的工作 從而可以令到大家做好的抗疫 也是情理之中 我們應該做的 也都會做的 所以你剛才說 現在政府積極考慮這個強制檢測 你了解什麼時候會實行 會非常之快 當然我們是要有一個 叫做立法 以及一個公佈的程序 阿美姐 請容許我們 給我們一些消息 我期望 很快會給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不知道這個 是否叫做好消息 但在抗疫來說 這個一定是好消息 有時候大家會說 你要強制我一樣 強制我一樣 可能有些朋友 覺得不是很舒服的 但我想說 是為整個社會 強制檢疫 強制檢測 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也都可以聽到專家的意見 其實檢測 是定期檢測 強制檢測 對控制疫情 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可不可以引申到 如果我們一日 仍然疫情這麼嚴重 所謂健康碼 通關 就遙遙無期了 我們三地 就是廣東 香港 澳門 是聯防聯控 我們看到我們周邊地區 經過他們不同的界別 大家市民的一個努力 已經控制過疫情非常之好 我們香港也有一個很大的改進 但相比其他周邊地區 我們也要再加一把勁 所以在疫情的 還未受控之下 要通關 令到我們本身周邊地區 本身已經非常成功的抗疫 的一個結果 受影響 我們自己覺得 都不應該做 所以阿妹仔 你覺得 要等到我們自己的疫情 是可以比較穩定 然後才可以考慮通關 因為到時候 我們影響到我們周邊地區 其實也會影響到香港 我們一起聯防聯控 你們曾經說 特首帶領你們去北京 就經歷的 結果回來 就是沒有結果的 是不是碰過逼呢 其實我們想北京 跟很多不同的部位見面 主要就是 希望在我們的 將來經濟發展 能夠可以得到新的動力 所以 剛才所說的通關 當然都是我們在整個過程裡 在整個方面 因應我們大家對疫情的關心 我們都有討論 但這個 反而是其中一個討論項目 實際上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包括了怎樣可以推動 我們金融 物流 航運 或者我們自己創科的發展 都是在我們的討論範圍 簡單來說 通關固然重要 但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日常的 都有很多的工作 我們需要做 所以怎樣在抗疫的期間 繼續保持我們經濟的動力 我們人民的生活的水平 這個都是我們關心的事 教授 真是你看 其實現在要很有效的 希望真是可以把疫情 按下去 接近通關多一些 真是有什麼措施是可以做的 把關那裡一定要嚴格 那些基礎人員 就真是要嚴了才可以放行 盡可能都是安排酒店檢疫 穩陣一些 另外就是 如果社區有輕微症狀的人士 盡量利用這個 醫管局的門診 可以早些檢驗 那個深厚退役 那些高危行業 還有高危地區 比如現在大埔 的士司機 他們盡快利用政府提供的設施 盡快驗 避免將病毒散出射區 那些設施都要方便市民才行 便民理民一定要做到 這個要有局長 就和你的同事說 一人多走一步 市民大眾要自律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學校 過去一段時間 學校有不同的人士可能感染了 然後也有上呼吸度感染 就涉及幾百家學校 然後學生受影響 可能也有成二千人 幼稚園現在又說要停伏十四天了 那怎麼辦呢 教授 這個幼稚園的爆發 主要是上呼吸度的鼻病毒 暫時看不到 和新型冠狀病毒有關係 這個也都反映了 近來可能有些長假期 都多了些活動 小孩子是有點鬆懈 可能他們沒有戴好口罩 或者去玩個口罩 摸個口罩 接著就會受感染 所以一定要做嚴格些 其實如果看回這個經驗 現在小孩子在學校戴著口罩 即使未吃午飯 都可能已經會有一些傳播 有些人會想 接下來學校會不會有機會 回復全日課堂 但是中間可能要吃飯 是不是那個風險會顯示出很大 我想短期內都可能是半日制的 即是說如果人家要生活正常 每個人都要自己做好這個防疫措施 還有要做好 有時就去看醫生 有些不舒服就快點去檢測 這個真的要自己做好的 多謝兩位 多謝兩位 多謝三位姐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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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